您各位好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上次啊,咱们聊了聊这土木堡之变战场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就是这明英宗正统皇帝朱祁镇 今儿啊,咱们聊聊这个战场上的其他重要的人 也先,博言帖摩尔,塞康王,这三位啊,可是亲兄弟 他们啊,姓绰罗斯,是绰罗斯托欢的儿子 蒙古瓦剌部的当家人,大哥也先呢,是这个氏族的大汗 这个大汗呢,他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野心 因为啊,也先知道自己啊,并不是成绩斯汗黄金家族的后代 即便强大到了能够统一蒙古诸部 草原上的贵族们啊,也不会真心的臣服自己 这一点啊,在后来也得到了印证 不过呢,这和咱们这套书啊,没啥关系 今儿啊,咱们也就不展开说了 正因为这样啊,这次兴兵中原呢 也先,也没有想到要颠覆这中原的明王朝 恢复大元帝国,只想着呀,获得最大的利益而已 弄写个金子,银子,瓶子,绸子啥的 回家呢,烧带手啊,能还了个明朝公主 给自个儿当的儿媳妇,也就妥了 伯颜帖木尔啊,也先的弟弟,是精通汉学的蒙古贵族 明英宗被俘以后啊,就一直住在帖木尔的大营中 伯颜帖木尔呢,对这英宗啊,非常好 并且呢,和明英宗朱祁任两个人结成了把兄弟 要说这三兄弟啊,之所以对这被俘的明英宗他还不错 那是因为啊,他们身上都流着汉人的血 他们的妈妈呀,就是一位出生在苏州 操着一口正经无浓软语的汉族女子 这姑娘啊,当年远嫁边塞的路上 被托欢呢,抢去做了新娘 这才生下了他们哥儿仨 前一次视频中啊,我说这赛刊王 他会说江南口音的汉话 您瞧,不是凭空捏造吧 哎,这就是学问的这 说完了战场上的蒙古人 咱们呀,该说说那个我最讨厌的家伙了 大太监王震 就在三天以前 王震呢,因为自己的一千多车 私人物资没有到达 所以才下令在这危险的土木堡中啊 安营扎寨 这时候啊,就有兵不尚书旷野 对王震奏报,说这是太危险了 此地啊,难守一攻 距离水源太远,成员薄弱 还是让皇上啊,提早清击入关 也就安全了 等物资到齐了呢 咱们和大军一起再回朝 这王震就琢磨了 这不行吧这个 如果不和皇上一块回京的话 那么回去就不好编造打了胜仗的瞎话啊 挣不到军功,咱们这次不是白出来辛苦 一遭了吗?不行啊,皇上得跟咱们一块走 就这样啊,大军在这无粮无水无后援的土木堡上啊 让瓦剌军队给包了饺子,弄了个一锅会 哎,我把你这大胆的妈素啊 临行之事,山人怎样诸服于你 叫你靠山尽水,安营查债 怎么不听山人之言 偏偏在这山上扎营 只空这债庭不薄 我这一生气啊 连空城记里的戏词都想起来了 只可惜啊 这明朝大军可是没有力流成的赵云赵老将军做后援 更没有坐在城楼关山井的诸葛亮 该来的总归要来 瓦剌军队啊 对土木堡吹枯拉朽般的冲锋开始了 战斗刚刚打响的时候啊 这司里坚的仲太监和一队锦西卫还跟着保护王阵 当第一个护卫啊 被瓦剌骑兵砍掉脑袋的时候 这群的狗腊啊 立刻就成了鸟兽散 扔下了王阵这个死太监头 王阵是抱头鼠窜 东躲西藏啊 就在这时候啊 本是皇帝护卫的小将军樊忠 在乱军之中看见了王阵 想起啊 都是因为这死太监 才落得大军如此下场 怒吼道 我为天下诛此贼 抡起手中王口大的铜锤砸向了王阵的脑袋 得 这肉球啊 他碰上铜球了 那还有个好吗 这肉球一看 打不过呀 干脆 我碎了算了 王阵硬生倒下 哼都没哼啊 祸着辣椒糊的豆腐脑啊 他撒了一地 糊涂啊 小将军 让这狗太监死在战场上 岂不是便宜他了吗 依着我呀 拉出去喂狗 多好 最终啊 土木堡一战 伤明军十余万 死六七万 阵亡大臣呢 数十人 明英宗朱祁镇也被俘 成了瓦剌军队手中 炙手可热的筹码 说到这儿啊 我自己的疑问也来了 我们都知道啊 是王阵怂恿明英宗出征的 但是呢 这历史啊 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 您是怎么看待土木堡之变的 还希望您呢 在留言区互动 咱们一块掰着掰着 这次御驾亲征啊 是明英宗的主意呢 还是这死太监的主意 回头啊 咱们开一期视频 好好的分析分析 我是走到哪 故事就给您讲到哪了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 并转发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咱们再见 我们下期见 咱们再见 我们下期见